2019年4月18日17点16分文 记者苏明翰 图片来源 海带台湾海达 I不仅在今18日带来车迷期待已久的柯纳 当铁人限量特使车 同时还发表柯纳2WD 版本 以更亲民的价格抢攻入门跨界修旅市场 除了变成全驱动之外 原本具备的丰富配备以及安全规格都没有 减少 海带针对柯纳开出月贩售 300辆的目标 预估2WD车型将占7成之 多 海带柯纳售价 去年11 月在台湾发表柯纳后 凭借相当年轻动感的外 型以及富有科技感的车市铺陈 同时拥有傲视同级的丰沛 动力表现 在国内引起不小的话题 不过当时仅有4W 第四轮驱动车型 因此售价上比起同级对手略高 H 尤恩代今日推出柯纳2WD车型 以 7名的售价抢供小型跨界修旅市场 为了增强跨界 SUV的战力 海带今日正式导入柯纳2WD车型 外形上与4WD车型没有差别 依然富有个性化 内装部分同样搭载8寸触控荧幕 并支援Apple 卡普莱 安德罗伊 第二拖手机连接 高阶车型更配有8寸全彩 多功能 HUD抬头显示器 内装部分与4WD 车型相同 都是8寸触控荧幕 动力配置方面 彩 用1.6升渦轮增压引擎 能输出177匹最大 马力与27公斤米最大扭力 配合上7速低丝 T双离合器变速箱 0到每小时100公里加速紧需 7.7秒就能完成 性能表现相当优异 同时还可搭配 德赖夫莫德三种驾驭模式 操控表现极为 优异 对比起4WD车型 行仅在稳定性上稍差一些 中阶车型以上就配有海带斯马尔特 ZENZ系统 整合多项主动安全科技 安全配备 尚并为12WD属于入门车型而有所减少 同样标配 6具安全气囊 ESC电子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ESM整合是车身动态管理系统等配备 在中阶车型里 上 就导入海带斯马特森斯 系统 整合包括 FCA前方主动煞停辅助 LEW 车道偏移警示 FCW前方撞击警示 HBA智慧型 远近光灯调节系统 DAW驾驶疲劳警示系统与 LK A车道偏移辅助等先进主动安全 成为粉丝 看更多 汽车情报 大于自由时报汽车频道粉丝团看更多 莱克斯 宾市 BMW 新车都来自哪里 如 克根 URX 第三季台湾亮相 尼桑江 一款国产新车 大量主动安全科技的引优 维修费用 暴涨多少 还想看更多新闻吗 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 共9万个中奖机会等着你 I OS 载点 HTTPS 冒号双斜杠 BIT.LY 斜杠 LPN 下话线 A 普斯托尔 NJ 载点 HTTPS BIT.LY 斜杠 LPN 下话线 GOOGLEPLAY 活动 办法 HTTPS 冒号双斜杠 DRAW.LPN.COM TW 施洛下话线 V8 莱斯布洛克 A.B.S. 会